Hi 大家好 我是John 今天要來跟大家一起看維里安的 《不用告訴我這首歌》主要的和弦進行是怎麼寫的 這首歌其實是C大調的歌 不過你如果真的去聽或說真的彈的話 你會發現他跟你平常接觸的C調歌蠻不一樣的 他聽起來很特別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一起來看他這個和弦進行是怎麼寫的 那我們現在就先從第一小節開始看 我們今天會看前奏的一到四小節 因為這一段和弦進行其實就是後續的主歌、副歌、唱歌的時候重複的段落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針對這四小節的和弦來看 首先第一個我們看到的是Fmaj7 E型的Fmaj7 是這樣子 接下來是G on F 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和弦長 像這樣子 那這個和弦怎麼按的呢? 首先你可以先按一個G G和弦最常見的這種 然後接著再把更音換掉 換成F就行了 就這樣子啦 好 那以這兩個和弦來看的話 比較奇怪的一定是這個G on F 對不對? 那這個G on F 大家其實可以這樣理解 你可以把它看成它其實是G的變化 也就是說和弦進行的圓形 它應該要是Fmaj7 就是我們剛剛按的這個 然後跟誰呢? 跟G 它應該是這樣 只是說你如果真的去彈Fmaj7到G的話 你會發現它的和聲變化比較劇烈 它聽起來很像是和聲向前邁進了一大波的那種感覺 那有時候我們在寫歌或唱歌的時候 你可能會希望這個和弦不要走得這麼快 甚至是它的步調可以慢一點 變化的緩和一點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你要寫的和弦 它的更音改成跟上一個和弦一樣 所以在這邊它本來應該要是Fmaj7 接近G和弦 那現在我們就把G改成G on F之後 你就會發現它的聲音就變得緩和了 步調也慢下來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多刷幾下這個Fmaj7 到G 以及Fmaj7 到G和弦的聲音 聲音的差別 那這樣可以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後面的三四小節 三四小節這邊的和弦很簡單 是Em 再來E和弦 最後是A和弦 這邊比較特別的是最後的兩個和弦 E跟A 這個E跟A其實都不算在C大調的範疇裡面 也就是說C大調的瞬間和弦 其實是不包含E跟A這兩個的 好 那我們在第一眼看到這兩個和弦的時候 你應該會發現它E到A 它是一個下行五極的和弦進行 對不對 所以通常面對這樣子的下行五極的和弦進行 我們通常都會先用這個附屬和弦來解釋 不過這邊因為A和弦它並不在C大調裡面 所以這邊附屬和弦是沒有辦法用的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要怎麼來理解這一段 建議大家可以把它看成是A大調 A大調的轉調 這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如果是以A大調來看的話 A是組和弦 A大調組和弦 再來E的話 則是A大調的數和弦 也就是五極和弦 如果今天我們的狀況是從C大調轉入A大調的話 我們知道最常見的轉調手法 就是先想辦法接入新調的數和弦 然後再順勢帶入組和弦 所以像現在這裡 E到A 是不是剛剛好就是A大調的數和弦 跟組和弦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把它看成A大調的轉調 是很合適的 接下來我們再往前看 看它是如何從C大調 接近我們A大調的數和弦1 在這裡第三小弦它選擇的和弦是Em 是我們C大調的三級和弦 對不對 然後接近我們A大調的數和弦1 好 那這兩個和弦在弦接上聽起來應該是會蠻順的 主要的原因 第一個是它更音根本一樣 對不對 更音大都是E 再加上這兩個和弦 其實本來就是只差三度音 對不對 一個是大三度 一個是小三度 所以在聲響上本來就算蠻接近的 所以這樣接進去 是沒什麼問題的 大家聽起來也不會覺得太奇怪 甚至我們可以再進一步來看一下Em 以及它前面的和弦GRF的關係 在這裡GRF雖然說它更音換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把它看作五級和弦 也就是G和弦來看 那如果是從這個和聲功能性的角度出發的話 你會發現五級也就是G和弦 跟我們的這裡三級Em 他們其實是同一類別的 也就是說他們張力是相當的 那像這樣子張力相當的順接和弦 銜接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種和聲略有變化 但是整體張力幾乎維持不變的這種感覺 有點類似和聲延長的效果 那聽起來會格外的順 會格外的順 所以大家也可以試一下我們的這個G和弦F 接近我們的Em 你會發現音都差不多 這是正常的 所以在這裡G和弦F後面接Em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接法 很好的和弦進行 所以縱觀以上的分析 可以得到兩個結論 首先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今天在寫和弦進行的時候 你想要讓你的和弦進行 聽起來變化緩和一點的話 你可以把你現在要寫這個和弦進行的更音 考慮換成上一個和弦的更音 讓兩個和弦的更音是相同的 共用的 聽起來和聲進行就會變得比較緩慢一點 接下來如果你想要進行轉調的話 我們要先進入這個新調的數和弦 然後再順勢導入組和弦 它算是一個轉調上的手法 或是說是公式 給大家做參考 以上就是今天我們針對維里安德 不用告訴我這首歌所做的和弦進行分析 希望大家有學到一點東西 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錢 我們足夠平均 把解開 raison 排B ローフ Num cache 咱 晚 瘡